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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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兄弟要謝謝這位師給我這個機會 今天上午能在各位當中一同來敬拜主 而且跟大家一同來分享他的話語 哇 那好 不曉得各位聖誕節過得怎麼樣 不曉得各位新年過得怎麽樣,我相信你們都過得很好, 我也不曉得你們回顧過去2014年,你們覺得2014年到底是怎樣的一年, 我想各位心中都有數,對我來說,2014年是我人生當中一個很特殊, 也是特別蒙恩的一年,因為那一年就是去年,兄弟的女兒生了一個兒子, 去年就做了外公,生了一級,但是責任也更大了,到下個月外甥就滿一歲, 那種做祖父的感覺,確實跟不做祖父有不同的地方。 第二件感恩的事就是去年10月12號,北極正道堂慶祝15週年, 感謝主帶領北極正道堂經過漫長的歲月,看到神不斷的帶領和賜福, 讓我們教會在祂裡面不斷的成長。 感謝主那一天,除了教會弟兄姊妹和會友以外, 還有從各教會,特別是母堂,還有姊妹堂來道賀的一宗姊妹朋友們, 一共有三百五位,讓我們心中感到特別歡喜快樂。 我們過去從來沒有看見過那麼多人,來集集一堂,敬拜祖倫,聖宗主的恩典。 但是對一些人來說,2014年是一個很差的一年,特別在航空業,有人評論說, 2014年是航空業最差最差的一年,為什麼呢? 那一年發生了好幾件最近的事,像馬航379號航班在印度洋市中, 還有馬航17號航班在烏克蘭上空給炮彈擊墜。 12月28號的早上,亞航Air Asia8501號航班有私水往新加坡的航程上, 突然失事一百六十幾位在飛機上的人通通都上升了。 因為飛機呢,追落在沙瓦海,那麼所有的乘客都輪上了。 那一次飛機失事讓我心裡感到非常的焦慮。 為什麼呢?因為私水是兄弟出生長大的地方。 新加坡呢,新加坡呢,是我太太出生長大的地方。 所以聽到有亞航從失水飛到新加坡,在上空墜機的事呢, 讓我心裡感到非常的焦慮。 聽到消息以後,馬上發Email給幾個家裡的人, 詢問到底有沒有家人上那一架飛機。 感謝主知道家裡沒有一個人在那架飛機上, 所以心裡才比較安定。 但不管怎樣,那幾次的墜機呢, 讓我心裡常常一直不斷在想一些問題。 譬如為何飛機墜落的事不斷地發生。 航空科技的發達,什麼時候才能使飛機不再失事。 那麼人類何時才能克服自然。 還有那些無辜傷亡者所留下的家屬如何面對失去欺人的悲劇。 這一切呢,都讓我們想到很多很多的問題。 而且這些問題呢,都會回到有關人生的問題。 我們人活在地上,到底是為了什麼? 我們是不是準備好什麼時候要離開這個世界? 如果我們還沒有完成在地上的任務的話,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怎樣調整我們對人生的態度? 我們不能周而復始,重複每天所做的事,而不去想這些問題。 今天早上我要跟大家一起來思考一段很熟悉的經文, 就像剛才四輝的姊妹, 大靈我們所念的那一段經文, 比利比書第三章第十二節到第十四節。 因為剛才已經念過了,所以兄弟就不再重複了。 但這幾節經文就給我們看見保留他對人生的態度。 對他來說呢,人生如同賽跑。 而他想在賽跑中呢,能夠得到冠軍。 請問你對人生抱著什麼樣的態度。 聖經給我們看到,基督徒對人生應該有的三種態度。 第一種態度呢,就是要努力面前。 就像剛才所提的經文, 菲利比書第三章,特別十三節到十四節, 保禄在那裡寫道, 弟兄們,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 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 向著標竿直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穌裡, 從上面招我來得的獎賞。 人生如同賽跑。 每一個參加賽跑的人, 都應該認定自己的目標和方向。 就像我們在路上開車一樣, 我們也要知道我們是朝著什麼方向走的。 我太太呢,他的方向感非常非常的差。 我聽說很多紙明門都是這樣。 有一次我們兩個人開車, 往溫哥華去。 在貝利比亞那邊, 我們就停下來休息一下。 以後他說, 來,讓我開車。 因為你開的太累了。 當然可以啊,你要開車就讓你開呀。 所以我們就從貝利斯佩爾的parking出來。 然後上到i-fi。 我告訴他, 你就朝著i-fi North, 就上溫哥華去。 我不曉得他因為停進去。 結果他就上了i-fi South。 我就告訴他, 太太不對啊。 你這樣開下去啊, 會開回我們自己西亞洲的家。 馬上就找一個出口, 第二個頭轉180度, 又往哪邊開。 那麼, 現在有GTS就比較好一點。 所以他就把GTS放在他車上。 萬一怕這個迷失的話, 他就把GTS打開來, 這樣就不會迷路。 弟兄姊妹, 方向感非常重要。 我們基督徒, 我們一定要有很清楚的方向感。 我們這人生到底是朝著哪個方向走的? 如果連方向都搞不清楚的話, 那我們這人生肯定會迷失。 不過問題是, 今天很多人他們不是迷失方向, 而是因為生活太忙了, 而失去了他們的焦點。 有一位醫生, 他寫了一本書。 他論及人類, 現代人類所承受的壓力和憂慮。 他稱之為超載, 英文是overloaded。 他說, 許多人在承諾他人的事上, 就是commitment, 在這件事情上超載, overloaded。 我們家裡的廚櫃和車庫塞滿了東西。 我們答應別人參加這個活動, 那個活動。 結果呢, 我們成天在那裡忙得像虎頭蒼蠅。 成天為許多的事情忙得不停。 這位作者又說, 許多人在所擁有的財務上超載了。 我們家裡的廚櫃和車庫塞滿了東西。 我們向銀行貸款去買一些不需要的東西。 以後又成天擔心別人會不會偷我們這些東西。 我們在熟室的財富上超載了。 他繼續說, 我們在工作上也超載了。 我們早上起來出門去上班。 天天在3月上堵車。 來到一個令人討厭的工作場所。 既然這個, 即使這個討厭也只好人壽。 因為需要賺一些錢來去支付我們所買的那些, 那些東西各樣的東西, 還有支付各樣的帳單。 他繼續說, 我們在資訊和信息上, 資訊和信息上也超載了。 身為醫生, 他說他每個月必須要閱讀至少兩百個, 和他, 200篇和他專業有相關性的文章。 否則的話, 他將要趕不上時代了。 如今有了互聯網, 成了現代資訊的高速公路。 問題是, 沒有一個人可以完全吸收所有的資訊。 人們在繁忙的生活中, 常常就會失去了焦點。 12月28號, 北區鄭道堂, 除了崇拜, 我們有跪想牧師, 就是從你們當中, 去我們鄭道堂的年輕的牧師, 跟我們分享信息, 在我們北區鄭道堂分享信息。 他說, 我們在地上的生活, 只有越過越馬, 這是無可避免的。 他也用他自己, 在教會的事後, 做個例子。 他說, 真是忙得不夠開教, 甚至跟自己的家人在一起的時間, 也越來越少。 而教會的弟兄姊妹, 也知道他的滿路, 有時候要請他, 去他們的團契, 這個退休會長道, 都非常的難。 那麼, 於是他答應了, 參加一個團契的, 這個退休會。 那麼, 在第一場的聚會裡呢, 介紹的同工, 就是說, 我們感到非常榮幸, 今天能夠請到, 有牧師在我們當中, 來做我們的講演。 因為他實在是, 他實在是一個大盲人。 他說, 他聽了以後, 心裡感到非常的愧疚。 因為他實在, 忙得不得了, 而且有時候, 忙到一個地步, 他自己也失去了, 人生和適逢的焦點。 弟兄姊妹, 請問你, 我是不是像馬大一樣, 為許多的事, 勢力煩擾, 甚至在主面前, 這個馬大在主面前, 埋怨自己的妹妹瑪利亞, 沒有幫他, 可是呢, 主耶穌不但不同情, 還提醒馬大, 提醒馬大說, 馬大已經得到, 那傷毫的福分。 主耶穌的意思是說, 馬大他在生活中, 忙到一個地步, 失去了他的焦點。 我們基督徒是否, 常常像馬大一樣, 在我們每天生活上, 忙到一個地步, 甚至失去了我們的焦點。 如果我們是這樣的話, 我們需要重新調整我們的人生, 我們必須要認清我們的方向, 我們一定要知道, 我們人生的焦點是什麼, 我們一定要知道, 我們所追求的是什麼, 我們一定要 make sure, 我們不要迷失, 我們要繼續努力面前, 才能夠在主裡面有長勁。 第二點,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除了要努力面前以外, 我們要向高處醒。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另外一段經文是在詩篇, 二十四篇第一節到第四節。 大衛的詩, 他說地和其中所充滿的, 世界和住在其間的都屬耶和華, 他把地建立在海上, 安定在大水之上, 誰能登耶和華的山, 誰能站在他的身所, 就是手解心情, 互相虛妄, 歧視不懷鬼詐的人。 我不知道各位當中, 有多少人曾經去耶路撒冷旅遊的, 可不可以幾個手? 哦,有一位, 只有一位, 哦,兩位, 感謝主, 三位, 感謝主, 四位, 感謝主, 不是很多。 兄弟曾經兩次帶隊去聖地裡, 有一次是在20000年, 第二次是在2010年, 差十年, 但每一次去的時候, 都給我留下非常深刻的一個獎, 因為每一次去的時候, 就是聖地裡面所講的這些地方, 都活活的閒在你的面前, 像這個, 加利利海啊, 像感蘭山啊, 耶路撒冷啊, 柏利恒啊, 都看在你眼前, 就知道聖經所說的確實是真的, 而不是只是, 聖經所講的一些所謂的故事, 而是講的真實的事情, 那麼我所帶的這些旅遊團的團員, 他們也在信心上, 也得到很大的堅定, 他們也知道聖經所講的確實是真的, 但我今天, 上午在這裡說要強調一點, 就像聖經所說的, 耶路撒冷是建造在山上, 在山頂上, 那麼我還記得, 頭一次去的時候, 我們從山下, 坐著遊覽車, 就一直往山上開, 那條路非常的陡, 那麼旁邊是高山, 另外一邊是山崖, 有時候正是體勁吊膽的, 怕這個車子會不會有, 會不會有出事情, 但是感謝主, 兩次去鬥, 一點問題也沒有, 那麼每次到了, 伊路撒冷到山上的時候, 那種風景實在非常的漂亮, 看到耶路撒冷的那種景象, 還有看到這個, 從山上看到下面的那種景象, 這是非常非常的, 讓人感到心裡, 感到非常的猖快, 但最要緊的, 就是人到了耶路撒冷, 在山上, 就好像跟神特別的親近, 因為那裡有很多, 非常虔誠的那些猶太教徒, 他們穿著他們的袍, 就到他們的這個聖殿裡面, 去敬拜神, 或者他們的會堂裡面去敬拜神, 周圍看到很多非常敬為神的人, 在路上走, 讓我們覺得, 我們在那裡, 跟神的距離非常的接近, 其實聖經也告訴我們, 神或者上帝的居首在高處, 那我們在地上呢, 是居住在一個充滿邪惡的世界裡, 就像詩篇裡那裡說的, 耶和華從天上垂看世人, 要看有明白的沒有, 有尋求上帝的沒有, 他們都偏離正路, 一同變為誤會, 沒有行善的, 連一個也沒有, 我想我們年紀都不小, 我們在世界上的人生的經歷也不少, 我們看到世界上的許多人, 他們真是活在罪中, 這個世界實在是非常的誤會骯髒, 非常的邪惡, 而我們基督徒呢, 我們雖然活在世上, 但我們全不能跟他們同流合物, 還有聖經在創世紀第六章第一節那裡也形容說, 耶和華見人在地上, 罪惡很大, 終日所思想的盡都是惡, 而我們基督徒, 在這個邪惡的世代裡, 我們應該要追求聖結, 據詳細報來書十二章十四節那裡說的, 你們要追求與眾人和睦, 並要追求聖結, 並非聖結, 沒有人能見主, 我們除了要努力面前和向高出行以外, 對不起, 我們在追求聖結的過程當中, 我們要脫離這個世界, 我們不能效法世界, 我們不能學播主領, 我們不要說只要我們已經信了耶穌, 我們死了以後就上天堂, 那麼地上的生活, 聖不聖結, 倒無所謂, 很多基督徒心裡這麼想, 其實我們應該要非常地小心, 我們不能心裡這樣想的, 兄弟在教會裡服侍有三十多年的時間, 時間過得實在太快了, 但不管怎樣, 在過去三十多年的事項中, 兄弟卻看到摩西基督徒, 其實有不少基督徒, 他們就沒有一顆追求聖結的心, 他們每禮拜天還是來教會聚會, 可是在禮拜一到禮拜六的生活當中, 跟一般沒有信主的人生活並沒有什麼分別, 所以呢, 有時候他們的生活沒有見證, 不但不能靠神的喜悅, 而且常常也會讓人跌倒, 兄弟認識一位華人基督徒姊妹, 她年紀六十多歲, 她不在你們當中, 也不在我們教會裡了, 那麼, 不知她先生, 她以前是去世還是跟她離了婚, 我不是很清楚完全去過問, 目前呢, 她呢, 就跟一位美國先生同居, 有一次呢, 我跟我家人在Edmond's一家餐廳裡吃飯的時候, 我突然碰到他們, 那麼, 她就跟我介紹說, 這是我的男朋友啊, 然後我說, 哦,很高興能夠認識你, 然後知道她有男朋友以後, 我就心裡想說, 他們兩個人, 他們感情一定非常好, 所以, 於是, 見到她的時候, 我就跟她交通, 我就跟她說, 姊妹啊, 你跟你的男朋友那麼要好, 你們有沒有考慮結婚, 你們既然情投意合, 心情相應, 是否應該結婚才對? 她進來以後, 心裡覺得很為難, 她說, 談何容易? 以後她也沒有說什麼了, 我也不再追問她了, 再過不久, 我就接到一通電話, 是一位美國先生打來的, 我聽她聲音, 我不認識她, 我就問她說, 先生, 你是哪一位啊? 她說, 哦, 我是某某姐妹的朋友啊, 你還記得嗎? 剛才我們曾經在餐館裡吃飯, 我們見過面, 她說, 哦, 我想起了原來的聲音, 那位先生, 哦, 是的, 我知道你是誰了, 你打電話有什麼事嗎? 她說, 我打電話給你是, 對你表示非常的不開心, 不曉得你對我的女朋友說什麼話, 她最近常常跟我吵架啊, 不曉得你跟她說什麼, 那麼我說, 我沒跟她說什麼呀, 我說, 你們兩位既然這麼要好, 你們應該考慮結婚才對呀, 我有什麼講不對的地方, 她說, 不可能, 因為我很有妻子啊, 哦, 我聽了以後, 我都讓她明白為什麼, 那位姊妹感到很為難, 那麼, 我說, 我沒有說什麼, 我只是, 我只是, 圈她說, 如果她, 這個, 你怎麼好了, 應該結婚才對嘛, 但不管怎樣, 不管怎樣。 這件事情呢, 後來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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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就不怕了三啊, 那麼, 我就心裡想, 這位姊妹, 他竟然是基督徒, 他為什麼要, 學向世界上的人一樣, 當我看到一些基督徒他們隨從世人的做法 做一些基督徒不該做的事的時候 我就想到我們基督徒的見證在哪裡呢 我們在這個充滿罪惡的世界裡面 我們有沒有好好的追求聖結呢 神的信義是要我們在得救之後 能夠過一個成聖的生活 追求與他親近在屬林的道路上向高出行 有所詩歌歌名就是向高出行 頭一節詩歌說我今只向高出而行 靈性地位日日高升 我請天路有始軟弱 求主輔助進入樂境 求主輔助使我建立 因信站在屬林高地 使我逐日所處地位 交之往日有進無退 我常常跟教會的弟兄這邊講一個笑話 就是一位牧師呢 見到一位很久沒有看到的一位弟兄 就問他說 哎呀弟兄好久不見你最近好不好啊 你在屬裡面有沒有追求長進呢 那麼這位弟兄聽了以後呢 有點懺悔 同時也想為自己辯護 他就回答說我呢 我像主耶穌一樣 我昨日今日一直到永遠是一樣的 聖經的話 我只會背一節儘管就是 就是這個約翰福音三章十六節 其他我就不會背了 祖父的歐洲 教會呢 謝謝 財情 殊兄弟兄 bump 讓我們在我們的 基督徒的生活上 不斷的追求長進 讓我們在這境Wου 很不斷的成長 第三點我想和大家分享的 我們基督徒應該有的態度 就是要追求近身 寶祿在哥勒细書第二章 第六節到第七節那裡說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 就当遵祂而行 在祂里面 生根建造 心心坚定 正如他们 正如你们所 您的教训 感谢的心 也更增长了 在我预备 今天的信息的时候 我就想找一幅图画 来形容 生根建造 这四个字 我就找一些图画 结果就看到这么一个图画 是不是 给我们看到 这个图画 今天没有二位 好奇怪 Anyway 这个图画呢 就给我们看到 有一种房子 建造在一棵老树的树上 我看了这幅图画以后 我就心里在想说 这个图画里面的这棵房子 到底是真的有这棵房子呢 还是人家用颠儿设计 来把它做出来的 因为我看来看去 这棵房子的门口呢 根本没有走到 所以如果住在房子里面的人 它们要进进进出出的话 它们应该怎么走呢 所以我心里想 可能是人家用电脑的设计把它做出来的 但不管怎样 我觉得那幅图画很有意思 因为那幅图画呢 是建造在一棵老树上的树根上 那么周围呢 有很多房子都像一般盖在地面上的房子 而那一棵盖在或者建造在老树的树根上的那棵房子呢 就要比其他的房子更坚定了 或者更坚固了 为什么呢 因为虽然会有风吹雨打 可是这棵房子的却不会倒塌 这就让我们想到 主耶稣在马太福音 在登山宝序里面所讲到的 有人把房子建造在沙土上 风吹雨打就坏掉了 可是有人把房子建造在盘石上 虽然有风吹雨打 可是房子却不会倒塌 弟兄姊妹我不知道 你的属灵生命 如果用房子来比较的话 这个房子是建造在沙土上 还是在盘石上 或者是 像刚才我所给你们讲的那幅图画 是建造在一个深深 杂根在地里的树根上 瓜罗欠我们 我们应该在基督里生根建造 我们不要过一个肤浅的基督徒的人生 我们应该在基督的真理 我们要生根建造 如果我们能够往下杂根的话 那我们这栋房子就不会倒塌 古今中外 很多基督徒他们经不起失恋 一个一个的倒下去了 有的人在真理上妥协了 有的人在盗的生活上跌倒了 我想最近 网上说 看到的一位神很重用的一位 曾经是民运灵秀的 后来成为一位神的仆人的牧师 他犯罪的事情 我想很多人都知道了 他悲控强奸另外一位民运灵秀 我不想在这里 他讲得太白 他讲得太详细 如果你们想知道的话 这也网了以后我可以告诉你们 还有在1980年代的时候 有好几位美国的电视的牧师 也是因为他们在生活上出了问题 他们一个一个的倒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生命没有好好的杂根 是他们忙碌在那里奔跑 归组工作 可是他们的生命没有好好的杂根 无论在神的里头 无论在真理上也好 无论在道德上也好 因为他们没有很好的根基 所以他们禁不起打击 他们在很多的世上 他们成了失败的见证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需要不断的在主里面生根兼造 我们在神的话语上 我们要不断的追求今生 我们对主的信心 有没有比初心的时候更坚固 我们在面临试探的时候 能不能站立得住 这些问题我们要常常问自己 请问我们的灵灵有没有不断在成长 什么叫灵灵成长 有人说灵灵成长就是多读圣经 多参加聚会 多服侍主 是这些都非常好都很重要 可是这些呢 这些只不过是表面的 真正的属于成长 就是这样的品格上 变得更像主 我们如果灵灵不断的成长的话 我们就会去做神 或者去做主要主所做的事情 我们就会说主所说的话 每当我们照经子的时候 我们所看见的这个人 会越来越像基督 不知各位有没有听说过这么一个真实的故事 某一天有个基督徒 他早上感觉要去上班 正要追上第一天的时候 他看见路边一个小男孩 一个卖报纸的小男孩 给群众推倒在地上 手中的报纸也叼在地上 而且给风吹散了 这位基督徒他心里赶着要去上班 可是因为他知道他是个基督徒 所以他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他不能置之不理 所以他去转身 走到那一个男孩的身边 而且帮他把那些 散在地上的那些报纸 一个一个把它捡起来 折叠好了以后 就还给这个孩子 让他继续在那里卖报纸 这个孩子曾经听过耶稣的名 可是没有见过耶稣 像我们一样 我们没有一个人见过耶稣 这个孩子听了很多关于 耶稣他这么仁慈 这么愿意帮助人 这么存怜悯的心 所以当他看到这么一位基督徒 虽然他不知道他是基督徒 把这些报纸捡回来以后交给他 他心中充满感恩 他说谢谢你先生 以后他下面一句话说 请问你是不是耶稣 哇这位基督徒听到这个问题以后 他增进了一下 他想这个孩子怎么会问这个问题 可是他后来也明白一件事情 就是因为他照着耶稣所会做的事情去做的时候 他就让别人从自己身上看到耶稣本身 弟兄姊妹 请问我们有没有效法耶稣去做他做的事情 说他说的话 让别人见到我们的时候 他们就看到在我们身上看到主耶稣自己 我相信我们在主里面的日子已经很久了 我相信我们在主里面也都有长进 不过我就想提醒大家说 基督徒的生命应该是充满活力的 而不是死沉沉的 我们的属灵生命应该是不断的成长 而且是多方应该是多方向的成长 Multi-directional 我们要努力面前 我们要向高出行 我们要往下扎跟追求近身 就这样我们才能够成长到一个第一步 有编的 越向我们主耶稣基督 兄弟在西雅图服侍主已经有三十多年了 两个孩子都是在西雅图出生长大的 他刚才说了女儿他也生了孩子 那么虽然我做了外公不想认自己了 可是也不能不认 因为毕竟年纪不小了 想到自己年纪这么大了 那么我就常常对自己说 我到底比以前长进了多少 我有没有变得更像主耶稣基督 我有没有在言语行为上 更能彰显上帝的圣洁和荣耀 当别人看见我的时候 他们能不能看见主耶稣 能不能看见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今天用这篇信息跟大家彼此勉励 让我们靠主的帮助 能够在这一生不断的追求 过一个努力追求的人生 使我们得以长大成人 满有基督长成的圣量 直到基督成醒在我们心里 让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让我们今天上午能在这里一同来敬拜你 也能够一同来聆听你的话语 我们请你让我们 将我们所听到的存在心里和不思想 也帮助我们能够自己反省 我们在这一条天路上 在这一条成圣的道路上 我们有没有变得更像主 还是我们像别人一样 效法世界 水波足了 若是这样的话 我们要求神 我们求上帝 饶恕我们的罪 让我们能够重新立志 在你面前 过一个追求圣洁的人生 求你随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如此仰望 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